无论你是什么年纪 什么性别 什么背景 都可以透过圣经的话语生命更新 继一年读新药灵修之后 邀请你一起纳志 和35位目者用三年时间 每日用圣经的旧药灵修读经 让生命往下扎根 向上结果 一起实践旧药的教导 令人生活得更有智慧 各位 各位,我们现在来到诗篇第六篇了 诗篇形容很多恶人追杀大卫 之前有上流人 又有他的儿子压沙龙 来到第六篇 大卫被人追杀 他同屋 形容到哭到那张床蚝都湿了 好像将他浮起这么厉害 可见这个时候大卫落在一个很凄凉的光景 但他仍然有信心 信到神一定救他 所以这篇诗篇形容 二人同屋狠求 神终于答应 让我们一起祈祷 而才进入诗篇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你保守二人 不让恶人得逞 我们看到大卫 虽然一生被恶人追杀 但是由始至终 你都保守他 他同屋流泪 你纪念他的眼泪 愿主都纪念我们 奉耶稣基督名祈祷阿们 诗篇第六篇 大卫的诗交给圣荣团长 用诗言的乐器曲调用第八 患难中求助的祈祷 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路中责备我 不要在烈路中懲罚我 耶和华 求你怜悯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抑制我 因为我的骨头战斗 我的心有大大惊慌 耶和华 你要等到几时呢 耶和华 求你转回答救我 因你的慈爱拯救我 因为死了的人 不会纪念你 在阴间有谁 清借你 我因身任而困乏 我每夜流泪 使床铺飘起 把肉籽湿透 我的眼睛 因幽秀而昏花 因敌人的缘故 我的眼目 模糊不清 你们所有作恶的人 离开我吧 因为耶和华 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耶和华 听了我的恨求 耶和华 必接纳我的祷告 我所有的守的 都必羞愧 大大惊惶 转眼之间 他们要羞愧撤退 大惠在诗篇第六篇 一开始就作出五个求 可见那时候大惠很逼切 他求什么呢 那位耶和华 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 也不要在烈怒中懲罚我 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罪 有神的惩罚 耶和华 求你怜悯我 因为我软弱 耶和华 求你医治我 因为我骨头发箭 我的心有大大惊惶 耶和华 求你何时才救我呢 耶和华 求你转回答救我 因为你的慈爱拯救我 一连五个恨求 当时大惠被敌人追逼得很紧 但是他很聪明 他说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 意思就是说 神啊如果我死了之后 那谁要纪念你呢 谁要称借你呢 所以大惠就说 我哀恨困佛 每一夜都流泪 把我的床榻和玉子浸湿了 形容大惠哭得很凄凉 这样的恨求呢 代表大惠很逼切 但是这样的祈祷 不代表大惠呢 好像没有了信心 去到最后呢 大惠说 而我说听了我的恨求 而我说必收纳我的土局 我的仇敌都必羞愧 大大惊惶 他们必要后退 忽然羞愧 意思就是说 我相信神一定救我 所以大惠虽然落难 被敌人追杀 但他仍然有信心 神一定听他的祈祷 大惠在诗篇第六篇里 有五个求 第一个求就是求神不要责备他 各位 我们要求神听我们的祈祷 就是要想起自己的罪 要悔改 大惠就求神不要责备他 很多时候我们要祈祷无效 或者我们祈祷灵修 不觉得神的同在 就要检讨自己的罪 第二个求求神可怜他 即是一个谦卑 觉得自己很凄凉 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 你用一个骄傲的心态祈祷 神就不听了 第三 求神医治他 我们一切的疾病 神都照顾的 医治他的骨头 使他的骨头不要发展 即是重新有力 但大惠说 你何时才听我祈祷呢 这个何时呢 是内心等候 所以各位 有时我们的灵修 需要耐心的 很长的等候 很长的讨告 然后大惠说 求你转回 转回的意思是什么 即是一切的关键在乎神 不是在乎我们的努力 各位 我们要仰望神 成为我们一切艰难的转裂点 所以祂才能够将我们的命运扭转过来 大惠在这个祷告里面说 神啊 在死地里面 哪里有人纪念祢 祂的意思是 如果你这次不救我 我死了 结果我死了 对祢也没有益 我死了也没有办法赞美祢 对不对 原来大惠在这里 祂很深地认识神 知道神是喜欢人 赞美祂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信耶稣 不仅是求耶稣 解决我们的困难 帮我们这样帮各样 这么简单 神很喜欢我们 称借祂、赞美祂 所以大惠就成为一个诗人了 一生写了七十五篇诗 来赞美神 并且大惠在这个时候的祈祷 他说我每夜流泪 甚至眼泪将床飘起 这样形容 大惠的祷告是很逼切恳求 因为大惠知道神的圣情 你一哭, 神就软了 圣经说 神为我们用皮袋 盛装我们的眼泪 纪念我们的眼泪 哈甲逃避阿伯一汉的时候 去到南地, 没有水喝 他在那里哭 神派天使来照顾他 所以各位, 在神的面前流泪 神是会纪念的 来到最后一段 大惠说 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 留意听了这个字 他怎知道神听了祈祷 这就是信心 研究诗篇 你会发现大惠从来没有灰心 落在任何困难, 被敌人追杀 他在哭求, 在哀求神 到最后, 他总是有信心 他说, 神听了我的祈祷 他说, 我相信我的仇敌必定羞愧 大大惊惶, 而且后退 这是信心 囚敌追杀大惠 大惠有时候真的走投无路 但他仍然有信心 信了神会听祈祷 这篇诗篇最后的两个字 很重要 他说囚敌退去的时候 是忽然羞愧 请问什么叫忽然羞愧 就是祈祷去到最后 最后也解决不了 但到了最后一刻 突然的答案来了 突然的拯救来了 大惠得到拯救 囚敌就大退 囚敌就羞愧了 所以各位 有时候我们等候神 是要等到最后的秒钟 今集背众的金句是 耶和华听了我的狠求 耶和华必接纳我的祷告 诗篇六篇九节 请不吝点赞